在这个单位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果说在工作列最左边 这边会有一个全部显示的按钮 就是显示桌面的按钮 让所有的视窗都最小化 那这个按钮按一下不见的话 要怎么让它又浮现出来 我们会在工作列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键 选工作列设定 然后进到工作列设定这个都要方块里面呢 我们选择下面这个工作列行为 把它点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向下箭头 然后呢我们将选取工作列远处的角落 以显示桌面这个选下把它打钩 打钩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你就看到这边会多了一个 有没有一杠一杠 当你的滑鼠指标 移到工作列最右边是就看到这一杠 按这一杠一下 左键按一下的话 它就会显示桌面 所有的视窗最小化 然后再按一下呢 它又全部的又干嘛还原 那这个功能呢 类似于我们按 问键加d键 你按问加d键 有没有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 一样的功能 一样的功能 你看这个画面 好的 就是用键加d键